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用小影片来陪大家聊聊 如何陪孩子念弟子规 或者是三字经 话说呢 我女儿大概是两个月的时候就上课了 我儿子大概是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上课 就上那种零碎学校 我女儿没有念经的习惯 儿子有 是因为我女儿念书的这段期间 我还没有接触到广论 一直他到可能快五岁吧 我才接触到广论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广论的体系所教的部分 才是我比较想要的 所以呢 我就让儿子在两岁多的时候 去转到那个广论体系的幼儿园 那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初是怎么陪这么小的小朋友念经 念到现在我儿子也十二岁都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 他不会觉得说叫他念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他会觉得是长智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没念 明天叫他补念今天的份 他是会OK的 就是他欠我几天份 他就安安然然的把它念完这样子 不会生气 OK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广论的体系还不错 因为他设计的本子都很大 字也很大 你看就是小孩子把它念得破破烂烂 但是他还把它念起来 就表示有在念它嘛 那稍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始呢 两岁多的小孩其实是不认得中文的 所以呢你必须抓着小孩的手 你必须抓着他的手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指 那刚开始呢 我们就要帮他手指头念 抓着他的手 当然第一遍是我念 所以手指头是地址归 然后再念一起念 第二遍是一起念 他就要念地址归 总序 总序 就是第一遍是我念的 第二遍是我们两个一起念的 然后呢可能第一天的功课 就是第一个礼拜功课 就只有两行而已 就是这两行 比如说我必须陪他从地址归念到 哲学文这里 哲学文 也就是 然后学校联络簿给我们 就是范围 每一天的范围 就是他的联络簿 并不是要我们写什么 或是看什么 他的联络簿都是 你每一天孩子要念经的范围 而那个范围呢 也不是画正志 就是他给你空白的十个圈圈 空白的 如果你陪孩子从这边 地址归念到这个哲学文 总共一遍 总共十遍 所以完成一遍 你就让孩子自己拿笔 在那个空白圈圈图上颜色 那孩子就知道他自己完成一遍了 那今天要完成十遍 所以他就会乖乖的念十遍 就因为大人也陪着念 所以他就跟着念 他就跟着念 那完成功课 他完成十个圈圈 他就会很开心 今天功课完成了 那大概为期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 就是一星期 那就会加入着校 然后到这个第二页的 第二页的 虚顺程 虚顺程的部分 就是第二个礼拜的范围 一样念 每一天念十遍 十遍 但你手都要陪着他手指着 一样跟刚刚一样 就是第一遍是你念 然后第二遍是一起念 因为我刚刚讲 两岁多孩子根本不认得中文 他只认得图案而已 他觉得他就长这样的图案 很可爱 然后呢 等这个入折校的范围 就是每一天十遍 每一天十遍嘛 然后一个礼拜 就会换两行 一个礼拜换两行 一个礼拜换两行 那总会把这个入 入折校的部分念完 对不对 那念到第三页 入折校完毕之后 那个礼拜 就会把入折校 从弟子归到 如是生 这个一大部分 会念五遍 他会给你五个圈圈 然后你就把它完成 从那里 从弟子归这里 念到这里 总共三页嘛 那就是把它念完五遍 他就会很开心 其实小小朋友是不懂的 如果你觉得很难 或是很多 那只有大人的想法 小孩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总之大概后面就是 依此类推 就是出折替 然后再来就是两行 又是一个星期 然后又一个星期两行 又一个星期两行 直到出折替 念完这个部分呢 他接下来那个星期 就是五个圈圈 就是把出折替 这个范围 要念五遍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紧 然后再加两行 也就是大概 就是依此类推 所以呢 孩子是不觉得累 然后呢 会发现 整个念到这个 什么信啊 也都是一段一段给嘛 就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所以他们就已经有习惯念经了 一直到余力学文 念到这个地子规中的时候呢 他也会有整大篇的地子规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是 也有 已经念完了地子规 整大篇是三遍 整大篇是三遍 那也就是说 从那么小 他就已经习惯 手指着念这个字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两个小孩 中班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 出外点餐的时候 几乎都可以看懂菜单上面的中文了 我女儿那个学校 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有闪字卡 就是跟这有点像 但是有点模式不同的是 他就是车子 然后就是车子 就用闪的 车子 风扇 电视机 什么就用闪的 每天闪 每天闪 有点像 孩子就是认不得中文 他只认得图案而已 所以 他认字也很快 那儿子认字是在这个地方认字 那有点不一样 是这里面有蕴藏着很大的智慧 很大的智慧 所以我从他两岁多到他现在已经十二岁了 十二岁都没有停下来过 所以呢 稍微跟大家讲 你如果愿意从两岁多三岁多四岁多 就这样慢慢这样陪着孩子 孩子的肚子墨水 绝对跟一般小孩不一样 所以我的儿子的成熟度也比一般同年纪的孩子来的成熟许多 也就是想的问题跟会问你的问题都比较成熟一点点 但不是说一定是念弟子规 只是说这里面有一些东西 像我去上那个王才贵教授的诗之班 就是教我们大人如何教小朋友念经这样子 也是差不多意思 就是一开始你不要那么多 就是小范围 小范围 小范围 然后大范围 就中范围 然后大范围 但是那个量的比例就要像刚刚讲的 十遍 然后五遍 然后三遍 反正你的量越 你的范围越小 量就要多一点 那如果量稍微 范围 中间你的那个量次数就要中间 如果你的范围真的好长哦 你的次数就要少一点 不要让小孩有觉得很沉重的压力嘛 那当他变成习惯的时候 他就会像我儿子 你现在跟他讲 如果你今天补念经 明天要补给我 他也会说好 他就很安分的 就认为这是他每天该做的事情 那我刚才讲说 王才贵教授那个十字班呢 我觉得也还不错 我们也可以去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但是我去上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一点就是 我们大人很喜欢教小孩念经的时候 要懂什么意思 懂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了 其实都不用 自然而然就会了 王才贵教授有提到说 如果你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 是不是也没特别跟你讲车子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是车子 你就知道四个轮胎或两个轮胎在街上会跑来跑去 就是车子 或者也没特别教你风扇是什么 你就知道风扇有叶片 转动起来会凉凉的 会有风 那就电风扇 或者冰淇淋不用太容易教导 也不用太刻意去跟你解释 冰淇淋是怎样 你就知道冰淇淋吃起来凉凉的 如果太久不吃会融化之类的 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智慧跟学问 你不要用你的方式一直跟小孩讲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不用 你就单纯的陪他念着念着念着 就会念到他心里面去 然后会种很多的善种子在他心中 里面有很多的道德啊 然后虽然也像三字经里面有很多 我们到了国中可能会教的一些历史啊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真的很棒的习惯 我希望很多家人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像我自己 我是不在乎成绩 也不在乎学校功课 但我比较在乎他来我这每一天 有没有把经念完 他自己都 我自己的儿子是很明白的 其实我很多次是不care 但是care就是 你有没有把该念的经念完这样子 说真的啦 有念经的小孩 我自己觉得他就是成熟跟稳定度都稍微高一点 而且有时候他莫名冒出来的跟你对话 就觉得哇 我小孩怎么会用自己里面的一小段来跟我问这样子 就觉得很不一样 那在之前我在店里面也有尝试 带免费带孩子读经 也会发现 小小年纪哦 就是这样子用刚刚那个手指着陪着他 我会请个大哥哥或大姐姐陪这么小的小朋友 就手指着念那那些家长都觉得 有时候他们都问我说老师你怎么教的啊 他们在洗澡的时候就开始念经的 就念这些经的 然后我就说哦 没有啊就从简单的是重复的做啊 那我就照着刚刚这样子的做法 小范围小范围 然后有做到念的又顺的 然后很棒的音调很好了 我就给奖励给糖果什么之类的 给小礼物 那小孩就很喜欢念经啊 那比较大的小朋友他教小朋友这样念念 然后大家一起念那有共振吗 所以他也会觉得很想要去念 所以念经真的不难 只是说大家有没有持续陪伴着 像我现在都会到现在都还一直都陪伴着 我希望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 大家也都可以让自己的小孩一起来念经 你们试试看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们小孩子应该会有一点不一样 今天稍微这样分享啦 希望我们大家会喜欢 就这样咯 I love you 拜拜